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乡党篇 第五节的话 执龟鞠躬如也 孔子啊 被国王差遣呢 出使到别的诸侯国 他拿着龟 龟呢有上缘下方的 也有上肩下方的 龟是很贵重的 代表他是外交使节 外交官 这个龟呢 也代表着国王的威仪 孔子当外交官的时候啊 当的是非常好 不如实命 他拿着龟 恭敬谨慎 如不胜 什么叫如不胜呢 好像龟很重 好像举不起来一样 上如依 向上举的时候呢 好像在坐一 当他举起龟的时候 向上举 好像在坐一 所以他的头是低着头的 腰呢 也弯着的 表示啊 对国君的尊重 也表示外交使节的礼 想想看 如果你不尊重自己国家的国君 那你做外交官的时候 别人怎么样尊重 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君呢 对吧 所以呢 他非常尊重国君 下如兽 放在下面的时候啊 他好像给别人递东西的样子 我们给别人递东西 是不是要很小心啊 薄如战色 他做外交官的时候呢 脸色庄重的 好像在做作战 皇帝啊 既然叫孔子来做外交官 肯定是有重大的事情 所以呢 孔子啊 也意识到事情的严肃性 另外他也知道 做外交使者的重要性 所以他的脸色呢 庄重 薄如战色 好像在作战一样 足 素素 如有许 脚步呢 紧凑狭狭 好像沿着一条纸线 往前走 祥礼 在举行赠送礼物的仪式的时候 油容色 显得是和颜悦色 所以他做外交官呢 他也不高傲 他也不 骄傲的态度 傲慢的态度 那样做外交官也不行 私敌 如果他用私下私人的身份 和外国国君会见的时候 就显得非常的轻松愉快 语语如也 可见啊 他在大场合 公开的场合 和私下的场合 孔子啊 都知道该怎么做 今天很多人 不分场合 他也不懂得在不同的场合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说话 应该怎么样穿着 应该怎么样举手 投足 他还窃窃自行 以为自己啊 私底下 和公开场合 我就是一个样 我是多么的政治 其实这不是政治 这是你不懂得 做人处事 你看今天很多的群里面 很多人都在那里开嘛 他不知道在群里面 有那么多人在 他也毫不顾忌 他完全不懂得在群里面的场合 场合 还有在外面私下的场合 应该怎么样去做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学习 孔子在不同的场合 都懂得不同场合的礼仪 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 第六节的话呢 就特别长 并且呢 这些字啊 我们现在不常用 我们来看一下 君子不宜 干 舟 是 这里的干呢 是深蓝色的意思 舟呢 是黑中 透红的意思 君子不用 深青 透红 深蓝色 或者黑中 透红的布 相边 第六节的话呢 讲孔子的穿着 孔子不宜为 泄服 这泄服就是内衣的意思 在家里面穿的衣服 那孔子啊 不宜红色紫色 这样比较接近 女人穿的衣服 为在家穿的衣服 那有些人呢 他就以为啊 我要穿什么衣服 就随便穿什么衣服 但是 还是劝大家 男人呢 基本上 也有比较靠近 男人 眼色的衣服 虽然这个没有规定 但是男女 还是有别的 稍微也要做一点区别 当熟 夏天的时候 枕 纸 细 这里的枕 是单一的意思 纸 是隔部的意思 细 是粗部的意思 夏天呢 穿粗的或者细的 隔部单衣 必表耳出之 一定要套在内衣的外面 也就说 孔子里面是穿内衣的 今天有些人 穿衣服比较随便 这个容易走光啊 这是不好的 这是不好的 特别要小心 有些女孩子喜欢穿裙子 那你坐下来的时候 特别也要小心 这也是礼仪 下面一句话说 姿衣高球 姿衣高球就是黑色的羊羔皮袍 配黑色的照衣 泥球 白色的鹿皮袍 黄衣 配白色的照衣 黄衣 胡球 黄色的胡皮袍 配黄色的照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 孔子啊 他的穿着打扮是合理的 他很会懂得搭配 是合适的 他不求穿金带银 穿贵的 但是他搭配的很合理 很合适 那今天很多人呢 穿衣服就不合适 随意穿 也不分场合的来穿 这也是不对的 再看下面 谢球长 短幼绝媚 平常在家穿的皮袍 坐的长一些 右边的袖子短一些 必有请衣 睡觉 一定要有睡衣 今天有些人呢 睡觉比较随便 不会穿睡衣 好 就算不穿睡衣吧 那有些人呢 他喜欢穿睡衣 在家里面喜欢穿睡衣 那这个时候 你也要懂得礼节了 如果有外人在 你穿的睡衣 不能太性感 夫妻两个人 倒是没什么问题 是吧 但是有外人在 太性感的穿着 让人引发了歪的思想 不好的思想 那是不好的 这是不道德的 也是不合理的 并且呢 这个睡衣请衣啊 长一身有半 它的尺度啊 也是有规定的 总而言之呢 要得体 穿着要得体 湖河之后移居 用湖河的厚毛皮 做坐垫 去丧 丧服 欺满 无所不配 脱下丧服之后呢 就带上各种各样的装饰品 那你去吊丧 去丧家 参加丧礼 然后你穿金带银的 也不合适嘛 对不对 你应该和哀哭的人 一起哀哭 那个不是欢乐的时候 那你就穿金带银 就把它拿下来 要适合那个场合 非为伤 必杀之 如果不是礼服 一定要加以剪彩 高求悬罐 不移掉 不穿着黑色的 羔羊皮袍 和戴着黑色的帽子 去吊丧 这和我们现在相反 现在呢 你不能大红大紫 去吊丧 应该是穿黑色 比较深色的衣服 那古时候呢 黑色反而是极色 去丧家的时候 反而不能穿黑色的衣服 去参加丧礼 所以时代是改变了 最后一句话 极月 就是正月初一为极月 必朝服而朝 一定要穿着礼服 去朝拜君主 既然是朝拜君主 就要穿着礼服 去朝拜君主 有人认为正月初一呢 这个孔子会面向北 而朝拜 不管怎样 孔子不管穿衣 懂得场合 他都分得很清楚 所以孔子啊 他为人 很注重细节 穿衣 然后呢 怎么样 做外交使节 他都做得非常好 值得我们学习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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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